重点就在我们自己亲身体验 了解说凡尘 一切都是稀幻不实在 不管是有形的形象 或是无形的事情 全部都不可得 都得不到 你想要拥有 那个都是稀幻 我们纵然能够赚到整个世界 我们一口气不来 又还给世界 要知道一切都不可得 那既然都不可得 我们就不要固执 固执都害我们自己 我们要在凡尘 能够生活得很快乐 一定要圆容 一定要跟真理相合 这样我们生活才会圆容 才会快乐 不要等到以后成道 我们现在就已经可以 所以启发我们的般若 就已经到达佛的士德 叫常乐我见 那我们现在本身都具有 常乐我见 可是我们都还没有认识的 很透彻 我认为你会认识的 我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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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的